五小时睡不着觉的狐狸猫 看着天空中行似锦里的云朵 心里想着 上次去写生的公园中 池塘里的锦里到底有多少条呢 午休结束后 狐狸猫跑去问小树蛙这个问题 小树蛙 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去写生的公园吗 那不是上礼拜的事而已吗 当然记得咯 你画树上的松树 我画池塘的锦里 那我问你哦 要怎么知道池塘里有多少锦里啊 它们游来游去的 要怎么数啊 全部抓出来一条一条数不就好了 可是感觉有点麻烦耶 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 这个我不清楚耶 我们去问生物老师吧 好 狐狸猫与小树蛙来到了教师办公室 老师 公园池塘里的锦里游来游去的 要怎么知道有多少条啊 有没有比全部抓出来数更好的方法呢 当然有咯 只要抓一部分的鲤鱼 就可以大概知道池塘里有多少鲤鱼 哇 这么神奇啊 那么具体来说要怎么做呢 首先呢 先抓一部分的锦里 在它们身上计算数量并做记号后 再放回池塘 咦 又把它们放回去的话 要怎么知道有多少条 别紧张 所以我们还要再抓一次 从这一次抓到的锦里中 带有标记的比例 就可以推算出池塘里有多少条锦里咯 啊 为什么啊 我不是很懂耶 这是假设被标记的锦里 会平均分布在鱼群里的情况 所以第二次抓的锦里中 标记的数目 与第二次抓的锦里树木的比值 会等于全部标记的树木 与池塘里所有锦里树木的比值 因为过程中会捕捉与放回生物 所以这种方法称为桌放法 那这种方法适用于每一种族群吗 如果族群忽大忽小 就不能使用这个方法 因为被标记的生物比例会失真 所以适用此方法的族群 不能有迁入与迁出的情形发生 如果要说的简单一点 你们可以想象成 在只能把手伸进摸彩箱的情况下 推算箱子内的球 好 我大概懂了 如果以摸彩箱为例 我先抓出五颗球 做上记号后 放回箱子内搅拌均匀 接着再抓出六颗球 其中有一颗球上有记号 那么箱子里面大概有三十颗球吧 看来你们都大概了解桌放法的原理 与使用方法了 另外 老师再补充一点 桌放法是取部分族群 去推算族群个体数 所以不是那么准确 为了减少误差 我们会重复做多次桌放法 再取推算结果的平均值 这么说来 只要多做几次桌放法 就可以减少误差 感觉省时方便 没有其他缺点呢 其实 桌放法还是有缺点的哦 如果不符合桌放法的假设 生物难以捕捉 移动能力低 或是数量少 就不是用此方法 而只要符合假设 活动范围大的生物 桌放法是个好方法 生态学家 想了解阳明山梦幻狐狸 七星里的族群大小 于是先抓了二十只 在他们身上做好标记后 再放回狐狸 经过一段时间后 从狐狸抓了四十只 其中有五只 身上有标记 请问梦幻狐狸 大约有几只七星里 A.160 B.170 C.180 D.190 正确答案为A 狐狸猫指着办公室外的操场说 老师 如果我想知道操场上 有多少杂草 一株一株数 根本数不完 而且杂草拔了 就无法放回原本的族群中 刚刚学到的桌放法 似乎不适合杂草呢 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估算杂草的数量吗 可以利用 样区采量法 来计算植物族群的个体数 这个方法是假设生物平均分布在特定范围之内 因此把这个特定范围分成多个面积相同的小区域 随机挑其中几个小区域 并计算平均一个区域的生物数目 就可以推算出整个范围内所有的生物数目 为什么植物适用这个方法呢 因为植物为库着性生长 为了获得足够的资源 大多为均匀分布 刚好符合样区采量法的假设 小叔娃说得没错 那么老师考考你们 如果我把一大包豆子 平均倒在一张上面有100格大小相同格子的方格纸上 接着我随机挑三格格子内分别有 23、19、21颗豆子 那么这包豆子大概有几颗? 这三个格子内总共有63颗豆子 所以每个格子平均有21颗豆子 因为总共有100格 因此这包豆子大概有2100颗豆子 你们答对了 咦?老师 那可以只数其中一区 然后再乘上总区域数去推算吗? 感觉比较省事 不行哦 虽然假设生物平均分布 不过每一个区域的生物数量仍然有差异 如果渠道数量太多的区域 会高估族群的生物数 相反的渠道数量太少则会低估 因此为了减少误差 才需要随机选取几个区域求平均哦 谢谢老师 这样下次我想计算生物族群时 就知道如何挑选最适合的方法去计算了 学会样区采样法的狐狸猫将学校的操场分成大小相同的100个区域 然后随机取其中三个区域 得知这三个区域内分别有87、85、89株杂草 请问操场大约有多少株杂草 A. 8300 B. 8500 C. 8700 D. 8900 正确答案为 桌放法 桌放法会先捕捉族群中的一部分个体并做上标记 将它们释放经过一段时间后 再捕捉一部分个体 依据个体中的标记比例 可以推估族群的生物总数为全部标记的数目 乘上第二次捕捉的生物数目 再处以第二次捕捉的生物中被标记的数目 样区采样法 样区采样法将特定区域分成多个面积相同的小区域 随机挑选几个小区域 计算一个小区平均所含生物数 最后乘上总分区数 即可推估该区的生物总数 学到了这么多 那我们再动脑想一想 我们常在新闻中看到集会游行的报道 你们觉得警方是如何估算上街游行的人数呢 是桌放法还是样区采样法 欢迎去寻找答案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